高雄市衛生局機場人員大批人馬 殺到屏東信心單品 因為進口的巴西雞蛋來源不明 負責人圖案財 出國旅遊返台 持續神隱必不見面 人家不想看你看白色 對 你不要說話 說自己生病了 但其實衛生局20號第五次約巡 信心負責人圖案財 口徑一致 說巴西雞蛋全部供貨給全聯 下游廠商台農 黃信負責人是他的媳婦 卻跟衛生局說 除了全聯還有其他彈商 以及製造加工業 兩人說法矛盾 巴西雞蛋流向依舊不明 圖案財電話中持續喊約 說自己沒有做錯事 但衛生局認為信心和台農 對巴西雞蛋流向交代不清楚 14號對信心開罰30萬元 20號再對兩間公司開罰100萬 總共開出130萬元罰單 巴西進口雞蛋可能存在過期問題 但透過席選延長期限引發爭議 屏東蛋品大廠信心台農 說是幫政府卻背黑鍋 如今問題蛋流竄全台 或是做成加工品 民眾可能早就被蒙在鼓裡吃下渡 記得贊穿王書宏高雄屏東 巴打